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 长征5号 长征7号等新一代运载火箭 都是从这里出发 奔赴星辰大海的 2.8公里 这是文昌航天发射场总装测试厂房 到发射塔架的距离 今天这条路迎来了它的第20位乘客 长征5号B1-4火箭 这个53.7米高的大个子 正在以5分钟30米的速度走向发射塔架 那是它和梦天实验舱奔向太空的起点 长征5号B 这是我国禁定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 可以发射25吨重的航天器 空间站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 都是由它托举送入太空的 现在它正带着梦天实验舱 即将从总装测试厂房转运到发射塔架 我们将时间倒回6年前 2016年 长征7号和长征5号火箭在这里成功 明年 长征5号B和长征8号成功首飞 天为1号火星探测器和长 航天机最远送到了4亿公里外的火星 2021年 长征7号A赴飞成功 天和核心舱天州2号天州3号火运飞船陆续升空 中国空间站开始建造 这一年 文昌航天发射场又一次完成了5次重大任务的发射 2022年 长征8号成功发射一件22型 天州4号火运飞船问天实验舱从这里奔赴中国空间站 接下来天州5号火运飞船也将从这里起飞 这一年 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每季完成6次重大任务的发射 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一代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 他们成就了一个个高光时刻 创造了一次次感觉良好 以毕生心血脱举起中国航天梦 看着这一发火箭从我们501厂房 转运到101厂房的过程当中 内心不只是激动 感觉这一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为他骄傲 核心舱是我来参与的 然后现在又来参加这个收官之战 感觉非常的圆满 看着空间站一步一步的建得越来越完善 非常的荣幸能够成为空间站建设队伍中的一员 我们回看这条2.8公里的转运路 这是一条成前起后既往开来的飞天路 记录下了这些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不平凡的每一步 无论是家国情怀还是家人航天精神 都让我受益非凡 相信等待我们的一定是圆满成功 我也来期待就是希望中国航天越来越好 然后这个步子越来越大 越来越远 迈向更深的这个升空 中华民族一直都有飞天的梦想 从嫦娥奔月到万户升天 从飞天壁画到如今的神舟飞船空间站 一次次点燃的航天梦更是伟大祖国的强盛之梦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对中国航天来说 空间站只是飞向更深更远宇宙的一个必经坐标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迈得更稳更远 再过几天 梦天实验舱将带着中国人的梦想奔赴太空 宇宙有多大 梦想就能走多远 星辰大海之梦终会照进现实 我们共同期待 中文集完 我们共同期待